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明天礼拜四的好天气 特别是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好好的把握 明天有阳光 而且湿度是相当的低的 非常适合晒洗衣物 很快的礼拜五 礼拜六就会有南方水汽要逐渐的通过台湾 到时候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又会出现明显的降雨 要等到这个礼拜天雨室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好 进一步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最近这两天真的是相当有感的降温 全台各地都是凉凉冷冷的天气 预计在礼拜五这个低温会略微的往回升 不过真的北部地区要感觉回暖比较温暖一点 对等到礼拜天过后了 可以看到礼拜天过后高温就渴望可以回升到24度 低温也是持续的在回温当中 下个星期整体来说还是偏凉 不过跟这个星期相比来说就会温暖许多了 好 那么中部跟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 未来这几天气温会逐渐的往回升 中南部地区高温都大概维持在27度到28度左右 那么低温的部分大概是来到了19度到20度左右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大家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呢 水台各地都是好天气 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这样子有阳光露脸 湿度又低的好天气 相当适合把一些厚重的冬衣拿出来洗一洗跟晒一晒 好天气预计就持续到礼拜四 礼拜五就会有一波水气通过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就会再度的下气雨来 所以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整个大环境的水气正在减少当中 预计明天礼拜四 水台各地呢都是稳定的天气状况 只是呢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晨间就是清晨的时候呢 气温是相当的低的 提醒大家务必要记得多加留意保暖了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呢 日夜温差比较大比较明显 一定要记得加强保暖 衣服的部分呢也要多加留意 清晨跟晚上外出 还是要搭配一件保暖的外套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人先莫祝福的行早 今天还是停留在桃园 跟志工举办了温馨座谈 很多人都提到自己是克服了 事业跟家业的困难 才能成就志工这条道路 商人勉励大家既然有缘同行 人多力量大 早晚骑车要 早上 quarter票 参考孔名存详这套路 大